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白云宜郭院丹,12月20日,美国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公民,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联合开展了一场广泛的黑客活动,涉嫌渗透45家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数据。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更声称,美国面临着空闲的安全挑战,而中国对美国经济和网络基础设施所构成的挑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中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非法手段取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这是美国对所谓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活动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起诉行动。 联想起最近相当长时间内,美国对中国科学家、留学生和在美华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连续指责,一个深切的担忧也浮出水面,上世纪中叶麦卡锡主义的幽灵,是否已在今天的美国复生? 麦卡锡主义是上世纪50,监禁,驱逐或暗杀。 著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传讯。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尼峰看来,今天美国所做的一切,已经和近期十年前的麦卡锡主义,有了很多类似的地方。 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麦卡锡所处的冷战时代,美国的所作所为,是源于对共产主义根深蒂固的恐惧,而在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不再是意识形态层面,而源于一种在科技,国力上被超越的担忧。 从其针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和人士的诸搬做法上来看,尽管广度和深度,还无法达到冷战时代,但也可以算是一种微型麦卡锡主义,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隐移力量,美国的司法、情报部门,这些有所动作不足为其。 上世纪麦卡锡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人不忠、颠覆、叛国等罪名。 7. 坚更经常使用不公正的断言和调查手段,这一点在今天的美国也出现端倪。 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所长秦安,告诉《环球时报》,美国在所谓间谍、黑客层面上,现在处于全面浑浊状态,位在国际层面上攻击他国,他一直在混淆国家安全与贸易分歧,军事情报与商业泄密,甚至法律问题与政治案件的区别。 但事实上,在网络空间中军民复用,军地相连的情况很多,一般行为完,全部应被简单定义为网络泄密。 而复旦大学网络空间这里研究中心主任沈毅,也对《环球时报》指出,之前,美国已出现诱补中国国家情报机构人员的先例,如果美方对这次所谓黑客组织起诉,并认定其与中国情报部门存在联系,那么这些人员和家属,则都有可能成为美方再次诱补的目标。 麦卡锡主义微型麦卡锡主义的背后,在尼峰看来,今天微型麦卡锡主义的背后,是美国精英阶层队。 华一律的整体上升,在大部分精英群体中,中国的形象,已经完全转为负面,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精英习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问题, 中国的崛起会无法避免的让他们生出一种敌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疑虑和敌意,却尚未蔓延到美国普通民众层面。 尼峰指出,从皮刘调查中心的数据看,美国普通大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近些年持续增加,即便今年因贸易战的,缘故下滑了两三个百分点,但好感度仍比前些年高不少。 这是由于两国社会交往的频率,与范围都不断增加,从日常生活而非战略层面审视中国的美国大众与精英阶层,在对华看法上出现了严重割裂。 美国大众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亲和,发展,而非此前被妖魔化的中国。 这名美国事务研究专家指出,为防止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彻底重现,甚至演变为又一次红丝恐怖,中国因稳定住美国。 大众层面目前对华依然良好的印象,更多推动民间、社会交流。 同时致力于在关键问题上,缓和中美目前的紧张状况,如果两国整体关系缓和,现有的敌意会很快消退。 但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双边关系继续紧张,精英阶层的疑虑情绪,恐怕也会慢慢传导至大众层面,使已有的麦卡锡斯潮的苗头升级,贼喊捉贼。 美国的间谍黑客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当美国在间谍、黑客等莫须有的问题上,对中国大肆攻击之时,其自身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间谍黑客攻击行为,却早已为各种确凿证据所明证。 安天实验室首席技术架构师肖心光,此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至少从2000年起,美国国家安全局NFA下属的方程式组织,就已针对全球互联网重要目标进行入侵活动。 美国国家安全局销心光指出,美方拥有全球支撑从信号情报到网络攻击作业的最为庞大复杂的工程体系、机构和人员规模,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网络空间攻击武器库,包括覆盖全系统平台的高级恶意代码, 大量为公开漏洞利用工具、攻击平台,以及运载、植入、传输中纪设备等等组成的攻击装备库。 在建设大量情报和攻击作业工程体系外,美国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战场预制。 而秦安则指出,早在冷静门事件时,斯诺登就曾拿出证据指出美。 国的间谍行为,从普通网民到别国元首几乎一摹打尽,环层长期入侵华为总部服务器,监控华为高管通讯。 总的来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黑客攻击行为,可总结为明修战道,暗度陈仓式的双管旗下。 一方面,利用其八大金刚的产品技术优势,及对互联网的控制权,在全球网络空间,铺设了无数的战道。 另一方面,则通过入侵,控制类似华为这样的通讯商,寻找其漏洞试图建立另一条工。 机通道。 一个的背景。